我就跟着这个标志进城呗 到处再挖 这个就是警察署吧 反正不叫做公安局警察署 反正小地方嘛 跟着这个环标就可以进城了 前面来了一个哥哥带狗子 他挪威很多房子 就是两个房子之间这样连接起来 就是人家在空间也可以透透气 这种设计还是挺好的 他这种室内的也有 室外的这种设施都有 你看在空间空中可以透气挺好的 哎呀那个爷爷好酷 等一下 这个木房子 其实这木房子结果 我在等那个爷爷过来看能不能拍到他 你看 土炎的遮住了 上街是做建筑一类 好像在指定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新建的 然后你看他那个垃圾 这一排是垃圾头 就是他那个是垃圾管道 但是我也不知道那种绳子 他真的这些房子是木了 反正是石头和木相结合的 相结合的 但是他一帮这房子下面就是 都是就是砖块结构 因为他就是要那个水 接触水嘛 所以从露出来之后了 包括我们家的房子也是 下面是那个砖块结构 除了土地上面这边就是 就是木结构了 你看他这个砖块结构 真的很漂亮 这房子 这个阳台你看 要这个砖块阳台还是 而且他底面还是木块结构的 你要哪一个阳台 这边都是一些新建的地方 没办法现在这个疫情嘛 哎真的是 这是城市中心 这个车 难道是给老人家用的 免费用的 这个又有停止 不让小鸟在这里流的那些针 讨厌 这是卖票的 艺术家又来了 我再小看那个爷爷 回头把人挂 来一个特性 反正我估计他是不是搞建筑的 在这指指点点 看看自己的杰作 真漂亮这个地方进了 你看他那个阳台 他真是好漂亮 他很奇怪就是那个砖块在上面 木头在下面撑着 我要去那里看看 那是车账 现在我也不知道往哪里走 跟着爷爷他们走吧 爷爷他们刚去那里看了 我没去 看一下 这里肯定是一个 比如说小区的玩的设施嘛 但是他怎么样做我就不知道 肯定是一个小孩玩的设施 这些老房子 和这种新建筑 就是融合在一起 哎 要是没有新冠 你看这里会多热了 现在 都已经弄好了 但是 不能进来呀 走 这种建筑小哥哥 哎呀可惜了 你看 没有人来 多么热闹的地方 那个田田圈的车 卖田田圈的 真 真好看在城里面 那是砖块木头 有人住了 阿斯坚斯卡州 阿斯坚这边是 奥斯路 东面的一个城市 也是一个热门城市 奔驰出租车 我们刚来的时候呢 就看到这边的租租车 都是奔驰车 像巴老一样的 不过那是很多年以前呢 差不多十年了 不可以停当车 这个城道是到对面去的 在丰田出租车 这个车就是去我们家的 去我们家方向的 你看它这种火车站 全部是通透式的 就没有站台了 这个玻璃 这个就是 你在里面避风的 整个 这就是避风的 这是城市的主要交通 这些都属于城市的主要交通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地铁 所以刚刚那个房子 位置挺好的 相当好 这些新建的 这个是旧楼 新旧相应的 再看看它这些 为了防止那些鸟在上面拉屎 它都有很多那个刺 它都有很多这个刺 就是它拉的屎 就白白的就不好看了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 留意到这些的话 也是在去哪个国家去 英国 看那些巴士帐上面 它都是通透式的 然后鸟就可以在上面飞来 那里去的 好了 好了 出去了 地下隧道区到对面 然后它这个 其实上面都有那些针 就是防止那些鸟在上面拉巴巴的 这个是 就是 就是车站的那些咖啡厅啊 什么的 房子 挺好的 这个肯定是新建的 不是新建的也有方心 反正看上去 也挺高上大的 好 这�点 我也üm dock了 吱噓 这其实不认 sollten 走是 楼空的 因为 开ハ��湖 我们一起 faire 我